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5日 嘩 这宗真是 即是这些叫什么啊 已知的秘密 为什么叫做已知的秘密呢 即是秘密这家东西啊 理论上不会知道才叫秘密的嘛 但是,原來有兩個層次,有一種秘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而且心潛緊的,又沒有說出來 但是有另一種,只是大家沒有孫之於口,其實老祖都知道了,那些叫秘而不孫 還是,你仍然天真地認為,美國部隊裡面是非常純正,人家反滲透的工作是做得非常之好 你想一下就知道,1940年代,當時蔣介石那個貪謀,郭宇懷,都是另一邊的人 結果,那傢伙就把所有蔣介石的部署,所有的虛虛實實,全部都報給毛毛,那對方當然就得心應手 至於這些人,為什麼都會甘心做這個村島方子呢? 我想原因,只有那幾個而已,你看食神你就知道了 有時,錢銀這東西,都收買不到的時候,就可以捉黃腳雞的嘛 不過今次要說的這個美利將軍,叫他將軍都算給面了 其實,我就不知道了,未必說是捉黃腳雞的 原因很簡單,他之前在軍隊裡面,是大搞那些transgender 所以,有些人就棄藥式,將他的照片,其實很難說,我還以為他真人 塗了唇膏,褲子抹粉,流長指甲 可能意思就是,你叫人做,你自己也做一下 而當日,當特朗普總統,即11月之後 這個人就已經跳軌了出來,在不斷地說 就說,美國的部隊呢,就只會效忠憲法,就不是效忠所謂的總統 有些人就覺得,咦?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其實他這樣說的時候,你已經知道 部隊裡面已經有些人,圖謀不軌啦 就以右邊那個,他不是米利,他呢?就叫埃斯帕 那之前呢,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長啦 正當這個,即是那幫黑股勒特,在這周圍,依法地打家劫社的時候呢 是,要貫上依法兩個字 當時,特朗普總統,就想出動這個部隊 去平息這場這樣的,黑筋軍 沒錯,我們用黑筋,即是以前有那些什麼黃筋的嘛 有紅筋那樣的嘛 那這次不是黑筋起義嗎? 或者黑金啦,黑金就是什麼? 即是那些,dirty money 這裡拆開一點點,說什麼叫捉黃腳雞啦 那就是那些雞龍呢,他們就很熟悉 那當他們呢,就想捉那些雞弓的時候 那雞弓那些腳都是黃色的 黃腳雞就即是雞弓 那他們會怎麼做呢? 那他們就會殺菊 就落地下,那些雞拿就會剁食 而那些雞拿剁食的時候呢 那些雞弓就會誘瘀呀 Happy白上生 那就走過去那些雞拿那裡 於是乎,那些雞龍就可以捉鬼了他們了 那如果,你說是被人捉黃腳雞的話呢 那似乎,埃斯柏的那個機會 就會被這個米利將軍迷高 總之有方法是啦 那這個已知的秘密是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米利將軍 原來,當時,他就非常之 怕這個特朗普總統會射這個核仔 所以,就私底下,跟北京當局秘密溝通 就不知道扣過什麼專線啊 什麼美國將軍想跟北京溝通這麼容易的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呢? 就是講著,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天 因為當時有寸,只要啊 特朗普總統,變成了這個 Edward時候的總統呢 那樣,就不需要交接了 那於是乎,這個米利將軍呢 他怎樣做? 就私底下,打電話 跟這個北京溝通 那第一方面,就是講著 那時候,他都不射這個特朗普總統啦 覺得你剩下幾天,沒什麼了道的啦 如果不是,那些美國部隊 不是應該會截聽電話那些嗎? 還是,那些將軍是有豁免權的? 第二樣的就是,根本就不會通過那些查冊各樣的 找到這個米利將軍,絲毫的痛腳的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啦 就算真的找到,好像亨特拜登那些資料那樣 都會有拜登呢,就將那些資料全部消毀的嘛 但是,這次流出來又是怎樣呢? 就不知道好事還是壞事啦 好事來講的就是,喂,大哥 這些這樣的東西,暴光於美國的人民眼中啦 有些人覺得他是一個忠誠勇毅的愛將來的 就覺得,如果特朗普總統炒這些人的時候呢 就只不過是清除異己 我不知道叫不叫清除異己啦 特朗普總統就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這些人,就是Marser,Make America Sick Again 那他們,對於想美國強大的特朗普總統來講 他們當然就是異己啦 因為他們想令美國變弱啦 有什麼理由,你打開口牌才行呢? 你這個,就等同送桑公當日的行為 我叫他送桑公的 當日怎樣呢? 他等那些鎖兵呢? 即是當時送鎖兩國,在邊界那裏對陣啦 那紫余呢?就叫這個送相公 就趁鎖軍過緊河的時候 有一半上到岸,就立刻衝下去 送相公就說了,等人家先過了 然後,紫余又跟他說了 趁他還沒排好陣,那些器械還沒準備好 好,我們即時就衝下去啦 送相公又說了,等人家先準備好 那這個米利將軍呢,他在做的不是同一樣東西? 無論怎樣說,這種都是賣國的行為 而特朗普總統最近也出了聲明 他就說如果報道屬實的時候呢 這個是high treason來的 沒錯,就是極度賣國 那當然啦,你會問一樣東西 就是當日,為什麼你不仁莊並獲捉他黃腳雞呢? 其實你已經逼到埋身了嘛 這些這樣的二五仔,就必然會在最後幾天 就一定會聯絡他們那些心主的嘛 但是,就說僱存觀感 因為當時最後幾天,你突然之間在說什麼 都沒有人相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叫做僱存大局啦 那結果,現在民主黨那邊可謂為所欲為 那當然啦,至少新聞媒體那方面 就不知為什麼 反而,雖然不是左媒 這個米利將軍的通牒事件呢 就是華盛頓郵報那邊的記者 包拨五德玉德 以及羅伯特科斯塔 就在他們的新書裏面 就叫做《危險Purril》這本新書 講到這個米利將軍當日的行徑 還有,原來這個米利將軍當日 就跟他的助手說 如果當日,特朗普總統下的一些命令 尤其是,如果是用核子的時候 不要立即服從那樣 那有些民主黨那些 黑惡勢力集團 就反而會認可這種行徑的哦 就說什麼? 哎呀,和善一點就挺好 情況就令我想起 善淵之民 當時,扣準 即是他是主張的 中朝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的嘛 但是,就有一些人 例如,吵無雙之流 就不停地抹黑這個扣準 最後,宋真宗就聽信殘言 多遠這個扣準 覺得這個扣準 將他擺上賭桌 如果和遼國談不成生意的時候 自己甚至乎 預駕親征 可能會遭到老獲的哦 那你說口講又無憑啦 但是,那本書 Puriel嘛 那本危機 摘錄了200多位美國匿名官員 的那個見證 為什麼要匿名呢? 因為不理 尚言是大權在握的嘛 在那個電話裡面 我不知道啦 可能有些人是截聽了 那句說話是這樣的 李將軍 我向你保證 美國是穩定的 因為他覺得特朗普總統不穩定了 而他呢 就可以維持美國的穩定 一切會順利進行 就不知順利是為什麼啊 是不是整個計劃裡面 就要鬥倒這個特朗普總統 至於那個李將軍是何許人也呢? 那我不清楚 因為呀 中國那個國防部部長 就應該是魏鳳羅 就不是姓李的 那同時間呢 還講到 這個米利將軍 還要求這個中情局 哈斯佩爾 和美國網絡司令部負責人 普羅納卡 堅密地監視特朗普總統的行為舉止 而第二次通牒 這個米利將軍 哦 原來打給那個人呢 就叫做李作成 是何時進行的呢? 就是 在米利 和佩洛西太后 通話之後 而佩洛西太后呢 就希望特朗普總統 不要動用到核仔這樣說 那大家知道了 就是原來當日 風月來風就未必無因 當時傳出 佩洛西太后呢 就猴治那個核足球 原來就是這樣解 就是這批人已經猖獗到呢 無所不用其極的啦 那不知曝光是否好事 似乎呢 就是那些 你喊啦 你怎樣喊 都沒有人理你 就以這個 加州州長 嘔心為例 加州的投票裏面呢 就是差不多98點幾% 都是郵寄選票 到最後啊 開票來講呢 是大比數 反對罷免 67對33 只有33%是贊成 但是 就有98點幾%都是郵寄選票 那你經過亞利桑拿州那一窩之後 你就知道郵寄選票是幾可靠的啦 那今時今日 啊 再下一成了哦 還是怎樣呢 啊 你有馬後炮將軍秋居 就在這裏說 他任期都不是剩得很長啦 那今次其實就不重要的 下年的選舉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 啊 是積聚那個憤怒席 那任何情況你都可以說是 積聚這個憤怒席的啦 那不知積聚到幾時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